《在海有鞋廠》的港商林采朗 參加這個油貿易發展局 在杭州舉行駕展銷會 還記得前年舉行了兩天 全貨已經賣光 大時而世契 貨賣不完還要減價促銷 當失業人口不斷上升的時候 我覺得消費意欲會不斷下降 這是很正常的 大家沒有錢的時候買少些東西 估計今年情況可能更差 不過對於內銷前景 它仍然是信心十足 很長遠的 因為中國始終人口很大 富便很廣闊 需要的東西是很多的 放調味料的胡椒粉 做蛋糕是很好用的 其實我們這種設計在香港是德國講的 劉速堅幾年前已經開始 與海外的品牌合作 拓展內銷 希望改善無利 這個材質就是我們德國的 第一個客人就是香港的廚具品牌 劉速堅負責幫這個品牌 拓展剛捷地區的內銷市場 但是做了三年都沒有錢賺 雖然是這樣 劉速堅說公司沒有打算離場 他說賺不到錢的原因 主要是香港方面對產品的支持度不夠 不肯投入宣傳廣告費 產家來講可以支持你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給你再提供一些貨 然後錢你們就出了 它會有這麼一種轉換的一種計算 當然這種計算有時候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們就覺得自己這邊 得到的支持會稍微的欠缺一點 要成功拓展內銷市場需要大量資金 和現有已經搶佔市場的品牌競爭 也要建立分銷渠道 但是受到金融海嘯衝擊 合作夥伴不夠資金 銀行又收緊銀金 拓展內銷這個長遠策略 似乎未能夠協助廠商渡過難關 那在金融海嘯之下 內地企業有什麼出路呢 一場殘酷的態若漏卻 是否無可避免呢 徐長樂是專門研究長三角的學者 他說長三角的龍頭城市上海 去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 首次得於全國 這個是絕無僅有的現象 所以這種現象 就是說國內的宏觀調控 和國際的經濟 金融危機 確實對本土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 徐長樂說 在目前的環境之下 以出口為主的低技術企業 被淘汰是無可避免 在浙東沿海 像台洲、溫州、寧波 這些 因為他們很多企業 都是出口打向心的 那麼這樣的一些企業 它會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長三角地區工資成本已經變得高了 低技術唯有搬往內陸 拒贊成國家的政策 即使是長些時間走高增值路線 長三角企業才可以生存 研究中國經濟的高盛大中華區主席胡祖祿 亦都認為發展高增值行業 才是出路 這跟韓國和台灣在20年前 所有的情況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這還是因為中國的開放和改革 中國作為一個製造業大國的崛起 韓國和台灣形成了很大的壓力 不過要發展高科技 不是一朝一夕 胡祖祿認為中國的長三角地區 和南韓以及台灣的發展路向相似 而國家政策的方向也都正確 現在都比較外向性 比較開放 所以我覺得通過政府的支持和配合 當於靠民間市場的努力 如果說在未來 從現在開始 未來短著5年或者20年世界 中國是有希望 至於服務業的發展 胡祖祿認為政府可以做的不多 隨著經濟成功轉型 服務業自然會被帶動 他認為無論是高增值或者服務業 要走出低谷更上一層樓 除了政府要提供合適的環境 最重要是人才 國家應該進一步 吸收海外的人才會國 加強培育下一代 經濟轉型可否成功 或者都是要靠新一代來完成 中央市公開會 體育上人,新大社會 新大社會 新大社會 同志 今集大社會 新大社會